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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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看到你 妈 对不起 加轩 喂 重光 我累了 你先去吧 好 现在该到让何亚军 主动放弃的收入一股份的时候了 不过啊 估计又是要飞一番功夫啊 当然了 何亚军跟她丈夫打拼一辈子的事业 要放弃当然困难 更何况 这饭店对她来说是她的全部 可怜的小老太太啊 Jack 上次我让你帮我朝我妹妹的下落 有头绪了吗 资料已经传到香港了 估计 很快就会有回音的 谢谢 家萱 对不起 你别哭了 我妈妈的说的都是气话 你放心 我一定会过段时间 让你再回到酒店的 对 我就是你们陆家的仇人 你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 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别管我 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 家萱 我知道是我妈妈不对 那是因为她不知道 你和你的混账老爸 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人 那她就是我爸 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不管她做了什么 不管她有多坏 我都不能向你们一样 去诅咒她 我没有选择 我都不能向你们家 家萱 我是你的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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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节酒 下车 还有一点 继续 身丛 莫儿 以后 就在这里 都搬 我们就把 咱们 快点 董事长 董事长 很多生病患者 起初多简单的判定 自己是得了高血压症 误实的渐渐症 反而呢 可以加上了生功率的损失 如果不及时 入院治疗的话 反应可能很快 就发生了尿毒症 大夫 病人情况怎么样 暂时没有生病危险 已经送到病房里去 不过她的情况非常不好 会托有些情况 我再强迭给你送 我在办公室等你 好 重工啊 你的伤还没好 又到这儿来照顾我 董事长 我的伤早就没事了 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我的身子 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有件事啊 我想跟你说说 再不说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机会了 您别瞎想了 大夫说了 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国外 联系几家专门治疗肾病方面的医院 我哪儿都不想去 我就想守着饭店 守着你们 老陆离开的时候 那么坚持要把你找回来 就是相信 有你在 饭店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 可是我现在呀 最担心的就是小藩 董事长 您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把病养好 小藩的事情 您别操心了 把它交给我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病人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已经发展成尿毒症了 如果不及时采取强制治疗的话 恐怕 大夫 不管怎么样 您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你先别着急 现在最为稳妥的办法 就是在病人的身体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 做肾移植手术 当然这个前提 就是要找到合适的 相匹配的肾源 而且 还需要我们医院做一系列的配型测试 然后才能确定 那您看 我能不能做这个配型测试呢 这需要预约 就是看看你 是不是具备这个捐献的可能性 而且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 病人有植水金属可以捐献 那这个成功的几率就非常高了 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吧 我们医院肯定会经历的 好 谢谢 小凡 快开 绸冠个 你带 einige 不得了 你自己是 martyrvi WE 那大虎 家 Że 和你 男 nugget 让我什么 这种 这是 какой 你 那小� freshmen 不用了 总统长问题不大 走吧 我送你 崇广哥 我妈妈的病 是不是越来越严重 大夫说了 会尽快拿出一套治疗方案 别太担心了 都怪我不好 我那天就不应该顶撞她 崇广哥 你也知道 我就是管不住我这张嘴 我妈的病 就是让我给气出来的 你别这么想 我知道 你是不愿意看到佳萱离开饭店 其实我也觉得 她不应该替她爸来承担这些 确实不应平 崇广哥 你帮帮佳萱吧 现在只有你能帮她说情了 小梵 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妈的感受 她每一次见到佳萱 对她都是一次情感上的煎药 给她点时间 我相信她终于一天会明白 佳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到那个时候不用我说情 她自然就会回到饭店的 佳萱现在肯定恨死我们了 我给她打了一天的电话 她都没有接 你想想看 咱们饭店就这么把她抛弃了 她一定非常难过 那你就去找她了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佳萱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女孩 只要她能开心 只要她能快乐 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好 那就把你心里想说的话告诉她 做一次真正的表白 即使被拒绝了 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那好 那就把你心里想说的话告诉她 你自己擒绝了 家萱 坐一会儿吧 家萱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你重新回到酒店的 还有床光哥 他也答应一定会帮忙的 真的吗 嗯 这些天 我心里也特别地难受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我多么希望 能够再次看到你的笑 能够再次送你回家 我就那么眼睁睁地 看着你离开了酒店 什么忙也帮不上 你知道我有多恨自己吗 你别这么说 其实董事长赶我走也没有错啊 我爸爸做了那么多 伤害你们的事 饭店是不会留我这样的敌人 在那里工作的 所以呢 从某方面说 董事长这么做是帮了我 家萱 你真的很善良 总有一天 我妈妈会知道 你是一个多么值得我爱的人 对不起啊 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清楚 我们真的不可能 我是珍惜喜欢你的 我会保护你的 你应该好好地保护你的妈妈 她比我更需要你 那我们 真的没有可能吗 不管以后怎么样 你说我多不得她 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妈妈 客房电信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婚了吗 我跟她是老朋友了 这么多年没见 她一定很想见我 麻烦你去把她请过来 我们想好好拒绝 对不起 颖总不在 你还怕我把她给吃了 她去外地了 去哪儿呢 香港 参加一个饭店经理人问她 这么不巧啊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 打扰我 等等 我来的时候都因为代购 这是尺寸和牌子 你去帮我买一下 对不起 怎么 这么点小事你都不能帮我办了 就凭着刚才你在前台对我的态度 我完全可以投诉你 好吧 好吧 我亲自替您办 再见 谁得罪你了 生这么大气 你说她为什么阴魂不散 为什么还要回我们酒店 为什么还要见崇光 大小姐 冷静冷静 是谁阴魂不散啊 就是宋太太 三年前那个宋太太啊 要不是她临崇光 就不会背黑锅 我就不会离开这儿了 这个女人回来了 她今天要见崇光 被我给拦住了 我不可以让崇光见到她的 那你是对崇光不放心呢 还是对自己没信心啊 她来的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 特别是林崇光 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那我去上场买东西了 小姐呢 同经理 上班时间买内衣很浪漫吧 谢谢你啊 王经理 今天要不是你听我解围 我就该被客人投诉了 不客气 上班时间买内衣还这么嚣张啊 她不是给自己买的 她是给客人买的 哪个客人架子那么大 请得到佟经理 还不是那个风骚的送来的 除了她还有谁 会想到这种主意啊 不把情人当代 真会指使人 送她 这倒还真是个人物 有点意思 怪不得那么面熟 你不能告诉别人啊 我答应小心要保密的 放心 我会为你保密 我的小姨呢 翁振雄 好 翁振雄 拥有酒店百分之三股份的那个人 至关重要 赶紧给我找出来 找到了 是吗 是一个叫乌敏慧的女人 她嫁给了一个姓宋的生意人 后来她丈夫去世了 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其实就包括这百分之三的酒店股份 就是她 赶紧帮我联系她 好 好 您的水果 请慢用 对对 这位先生是谁啊 是朗宝石别墅的客人 请慢用 好 宋太太 我们早上通过电话了 你就是文泽凯 文泽凯 好 你好 宋太太 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一聊 好啊 我先去换衣服 一会儿到别墅来聊 明天上 文泽 去哪儿 我 这是什么 我先忙去哪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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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太身材这么好 一定是对运动感兴趣吧 不错 文先生也一直坚持锻炼 而且对游泳 高尔夫球 篮球 都很在行 而且是专业激动 怪不得身材这么好 我呀 一直都想找个教练 可就是都没有合适的 其实这样很简单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专业的教练 看来文先生 我是请不起咯 我是一个饭店并购专家 并不是游泳教练 宋太太 刚才这个合同你已经看过了 怎么样 我们出的价钱可是比市场价高出百分之二十 这可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你觉得我像是个缺钱花的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对这些生意呀 股票呀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反正也有专门的人在帮我打理 宋太太 您应该是一个很懂价值的人 您现在手上的百分之三的股权 可以是价值连城 也可以一文不值 主要是看你交到谁的手里 帮你去管理 您还真会说话 看来这帅哥也不一定都是草包吗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这点东西还引不起我的兴趣 那宋太太对什么感兴趣 可不可以说出来 让我们也听一听 这个嘛 我不想做什么 是东西 准备的 他很大 我一定会想做一种 那你得到的 这样就会使用了 宋太太 这是你要的内衣 我不是告诉你什么款式的吗 这算什么东西 你要的品牌这儿没有卖的 只能买到这个 你怎么那么自出自画呀 我就要那款 你给我出去 闻先生 你看这帮人连这点小事都办得不好 让你见笑了 我们刚才聊到哪里了 我跟你再说一遍 我们只会出 高于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二十 来买你这百分之三的股权 除此以外 我什么都不能答应 对不起宋太太 我们马上就回来 好 好 好 你还真有意思 文泽凯 你还真有意思 嘿 老板 大佑 你什么事 一个年轻有钱的寡妇 有点脾气 所以什么 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收到那百分之三的股份 好吗 Jack 你我都非常清楚 我们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 如果她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 我们也没办法 你这笨女人 你干吗跟着我 还嫌我不够丢脸是吧 你为什么要做错 你为什么要被这种女人狠狠心怒 难道你没有辞尊吗 那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 我就是愿意做你这些 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就是愿意被客人息怒 我就是愿意被客人指责 这就是我的工作 可是我不愿意 你这些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不愿意你受这种委屈 凌重光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那些所谓的有钱人 他们没有资格对你指手画脚 你也没有必要 这么没有原则地为他们服务 因为你是童心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在乎的女人 你这些眼泪 到底是为谁留的 你这些眼泪 到底是为谁留的 凌重光 还是这个饭店 如果是的话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饭店 我要定了 谁都阻止不了我 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完全用能力得到 你想要的全世界 为什么不能放了我们的饭店 如果我愿意放弃这个饭店 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 同经理 主经理 主经理 同经理 主经理 同经理 都冲到大了吗 大家都焦急了 今天我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 商量一下客房燕燕额的问题 好像某人没有到吗 童经理呢 他去给客人送东西了 一会儿就回来 是给钻石别墅的客人 买内衣去了吧 小费一定很高 王副总 你怎么那么俗 是这样吗 乔经理 姑奶奶 你去哪儿了 手机也不接 部门会议怎么没有来啊 我给忘了 我这就去 别去了 别去了 都开完了 林总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你别怪我没帮你啊 他在办公室等你 赶紧去道个歉 行吧 进来 对不起 我刚才缺席会议了 听说你帮客人去买内衣了 这是一个部门经理应该做的事情吗 客人的要求我能拒绝吗 是什么样的重要客人 让你做出这么没有原则的事 宋太太 你满意了吧 我就是不想让你见他 所以才第三下四地替他跑前跑后 才厚着脸皮被他骂 我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想让我们见面 你以为你是在帮我吗 你真糊涂 行 那就当我自作多情 想怎么发随便你工作去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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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没有啊 也没有哪里不对 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 我是怕别人说你闲话 才不告诉你的 你以为你瞒着我 别人就不会说闲话了吗 越是这种特殊的客人 你越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知道你为我好 可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该面对的我始终还是要去面对 你完全没必要替我承担这份压力 您好 您走好 好 快看快看 看什么 你看到手里拿怎么是女人的东西啊 哎 对呀 我们饭店什么时候有这种服务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想想看 红宝石里住的是谁 红宝石 哦 好 那个女人 难道她们要 难道她们要 没喝多 哎 快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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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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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过来快快 你看啊 真没想到 这林总怎么跟的女人 还搞不清楚呢 就是说啊 你看票是让别人给看到的 可怎么办呀 是啊是啊 这这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啊 这给林总 这这这 说什么呢 林总 嗯 我刚刚看到 她跟那女人去了 啊 她那么快就知道了 她去见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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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她们还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我真的也看到林总走进去的 手上 还拿着一袋女人的东西呢 真的 真的 嗯 哎 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呀 好 好 这是你让佟经理 帮你买的东西 你放心 我这次来 没有恶意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不打搅了 等等 听说你出差了 出差 我就知道他们在骗我 那个佟经理 还真为你考虑啊 我们的员工 说你对这些衣服不满意 请你指出具体的问题来 我让他们帮你去换 佟经理的眼光 这几款 我都很喜欢 不用花了 那就好 不好意思 其实有时候女人的妒忌心 是很恐怖的 就像犯了毒瘾 想控制都控制不了 你放心 你放心 我跟三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我现在的身份 是董太太 那恭喜你啊 不过我先生 在一年前就过世了 我继承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 包括你们饭店 百分之三的股份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我打算怎么处理这份股权吗 你怎么处理是你的事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先走了 好 文君有了你 可来伤绝绝 不及文君才 未挽留君 君已无情意 我一旦然知 帮你沉没路 何故不放手 你看什么看啊 学林妹妹吗 入戏还挺深的 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 懂什么 我怎么不懂啊 你懂什么叫伤心欲准 什么叫柔肠寸断 什么叫肝胆剧链 行行行 我不懂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伤心 还不是李总经理 他居然跟那个女的偶端四脸 哪个女的 哪个女的 我先去 小一大 余先生 这边请 余先生余太太 二位好 您的房间已经预留好了 拖你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告诉你 我太太她睡眠浅 一有声音她就睡不着 能不能给换那个靠湖边的房间 好 当然没问题 重新做一张房卡 好的 您的房卡 余先生您的房卡 好 谢谢 二位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需要寄存吗 没有没有 对我们来说 最贵重的已经太少伤了 那我大位入住 好 这边请 谢谢 余先生余太太里边请 这位是客房部经理乔依娜 余先生余太太 好晚安 两位对于客房部有任何意见 都可以找我 一定为您通通办公 谢谢 谢谢 我先简单给二位介绍一下 您住的这间套房 是酒店风景最好的一间 里边请 好 这个位置是酒店特别设计的 一个临床的浴缸 您可以一边泡澡 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 这里真的很不错 窗外就能看到九龙湖 不错 来来来来 赶紧把药先吃 一会儿都忘了 啊 咱咪 你 乖了 余先生余太太真的很恩爱哦 看上去像热恋的情侣 羡慕死人了 热恋中的情侣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 从结婚到今天 我们啊都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不要说你不信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嫁给他呀都二十年了 我们感觉好像 还像大学时恋爱差不多呢 还真的没什么变化啊 就那个腰打了一圈 看看你们两个 真是杨过和小龙女 也不过如此嘛 多少四五十岁 事业有成的男人 早把自己的黄脸剖踢了 外面找个小情人 这种事我见多了啊 二位的二十周年晚宴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在餐厅为二位 预留了专门的位置 辛苦了 请问关于晚宴 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能不能加一个 松露巧克力蛋糕 当年啊 就是因为这道甜点 我才决定嫁给他的 好的 没问题 我通知后叔 谢谢啊 谢谢 那两位先休息吧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呢 你今天说错话了 你知不知道 可是我说的事是什么 现在这个年头 有钱男人不变坏的能有几个 也是啊 在漫漫人海街 能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最后还弄在一起 这样的纪律真是太小太小了 小到我都不敢说了 你是在说文泽凯 我觉得老天眼的时候是在故意耍我 看来我这辈子是要注定错过一些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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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梦中的你离我是那么遥远 一切昨天只阻挡在你我指尖 那梦中的你还在我身边 再度遇见你可不再一次 走在心里纷飞的那一天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